尼古拉斯博士和范城雕博士在这期的专访 透露了官方对于未来PiB价值 KYC 监管和交易的方向 也列出一些像是他们对于现在PiB方向策略 以及未来的规划跟营运方式的重点 大家好我叫小轩 这期影片小轩我会跟大家更新 23日Pi主页更新的消息 为大家整理出内文的要点 详细解说以及提出我的看法和观点 当然以下的内容是我的个人理解 在影片开始之前 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 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吧 那主页更新了这个内容是以专访问答的方式来进行 算是一个专访节目 通过一问一答来解释尼古拉斯和范城雕博士做的事情 也通过这个方式告诉我们更多人做伟业的初心和未来是什么样的 还透露了官方对于未来帕币价值 KYC监管和交易的方向 另外也列出一些重点 像是他们对于现在帕币方向策略 以及未来的规划跟营运方式的重点 透过这个内文你可以了解 未来我们帕币要走的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形式 小轩我阅读完这次专访的内容 只能说尼古拉斯和范城雕博士都很棒 是真的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容易 那接下来我们点击这里来阅读内文吧 这里说这次的专访就是他们问我们的尼古拉斯博士跟范博士 改进跟改革加密货币可以做的五件事情 也就是我们现在拍币正在做的五件事情 首先前言这里说许多早期的加密货币已经把权利和价值 整合到了极少数人的手中 而早期采用者则获得了极大的优势 这里很明显说的就是比特币 因为比特币只有2100万枚而已 但是持有大量比特币的人就那几个地址 目前拥有一枚比特币以上的人不超过总炒币人数的5% 说明现在能够买一枚比特币的人仍然是极少的 因为相比之前比特币已经越来越贵 使很多人买不起一个比特币 真正的财富总会聚集在少数人手里 也就是说目前筹码已经高度集中 少数人掌握了绝大部分筹码 所以为了兑现公平开放的点对点 去中心化金融系统的承诺 加密货币行业需要看到广泛分布在广泛网络中的代币 所以这里看得出来 米古拉斯博士要讲说 他其实更希望的是 每人手中都有虚拟货币 都有拍币 而且差距并不要太大 太大的话就好像现在一样 所谓的寡头垄断 这其实对拍币未来发展并不是件好事情 所以财富和权力的极度 集中与去中心化的概念背道而驰 米古拉斯博士和范成雕博士的背景简单介绍 首先 泰勒的这篇文章开始就简单的介绍范博士和米古拉斯博士 这边简单先介绍一下范博士是谁呢 范成雕博士是一位来自中国的美女 她不但是尼古拉斯的妻子 更是Pi Network的创始人之一 她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 她的专长就是人际互动和社交计算 简单来说就是如何使用技术积极地影响人类行为和社会 可能就是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学业基底 才为她日后参与到Pi项目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后她也曾经设计软件系统来提高生产力扩展社交通信 范博士创立Pi Network 就是希望是建立一个包容的生态系统 范成雕就曾在Discord上针对Pi有提出的疑问 为Pi有答疑解惑 范博士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要建立一个成功的加密币不仅有技术上的挑战 还有在它之上建立一个活的经济体和社区的挑战 价值不是凭空而生的 价值来源于人们用此加密币参与真正的价值交换 Pi目前的这个阶段就是要让更多人取得共识 然后在此上建立社区和经济应用 这是一长期的项目 如果建立一个加密币只是为了一个空谈 然后就马上上交易所 这样是无法取得共识价值的 他的这段话既说明了Pi的发展方向和愿景 也表明了Pi是一个伟大的项目 也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那接下来就是尼古拉斯博士 尼古拉斯博士我们都很熟悉的 因为小轩我在很多部影片说过 尼古拉斯博士是Pi Network的创始人和技术主管 是斯坦福区块链技术软件开发的一个佼佼者 而且他还稍微介绍一下 在早期的博士学位中 他还创造一个框架引入区块链跟以太方 容错分布式的模式编写智能合约 然后还在斯坦福大学教授的CS359B 反正内文的一开始就是先稍微 把这两位创办人的背景讲一下 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Tiler Gallagher的专访内容 第一个问题 请两位博士先自我介绍他们的一些简单背景 很感谢尼古拉斯博士和范城雕博士跟我们一起做这期的专访 然后他请两位博士先介绍他的一些简单背景 所以来先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他们怎么回答 我们的学术生涯和兴趣 真正促成的Pi Network的创建 两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合在一起才有现在我们的Pi Network 这么优秀社区的成立 由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加密货币提供支持 为会员、商家和开发人员提供可访问性跟强大的生态系统 他的意思就是说 在我们相互理解在多个项目合作十多年 他们也不是一时兴起 他们其实应该在创立Pi Network之前 就有一个规划跟蓝图的 所以尼古拉斯和范博士坚信加密货币的技术、财务和社会潜力 可是对他们目前的局限性感到沮丧 因此我们会发现我们的Pi Network 现在走得跟一般以前我们熟知的加密货币的形式真的不一样 所以很明显 他们一开始要做的就不是前人走过的路 第二个问题 如何第一次涉足区块链跟加密货币行业 范博士说 我完成了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 对于人类行为跟人口研究方面的专业知识 我的兴趣研究在人机交互和社交计算的基础上 特别是我们如何利用技术对人类行为跟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所以换句话说 现在KYC不断地改进 KYC的测试不断地在进化 不就是人机交互互相的影响跟实验吗 所以他说对于区块链技术感到兴奋的可以动员世界各地的人参与 因他们的贡献而获得奖励 区块链跟加密货币也与价值产生的合作 然后就轮到尼古拉斯博士说 我做了一辈子技术专家 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生 作为一名年轻的本科生都在实验室去设计 去创造一款新颖的计算机主板 我一直对于分布式系统很感兴趣 然后尼古拉斯博士是最早的比特币交易所的用户之一 这个很明显 他在讲说他曾经在早期就参加过所谓的交易所 加密货币的这一种金融模式 他现在常常讲 我不希望拍币上交易所 换句话说 尼古拉斯博士一定是在早期的经验里面 从交易所的这种模式中看到他的缺点 甚至有一些他个人对于交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心得 他只是没有名奖而已 只有曾经参与过才知道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未来的隐忧 那后面的这边我们都知道了 尼古拉斯博士就在斯坦福大学去教授区块链的知识 第三个问题 你能够分享一个你的故事吗 什么让你继续前进并帮助你度过那些时光 范博士说迄今为止 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大规模广泛分布的网络 要找到一种可以扩展的KYC 换句话说 这KYC模式绝对不会是好了就停止 KYC是不断进化型的 有什么问题 遇到什么样的难点就不断地去更新 所以前期必须走得非常的缓慢 必须很严谨 后期才能够在前期强大的基础上去顺利的演进跟迭代 所以现在没有可以负担得起KYC替代方案 扩展到Pi Network的规模 就是说要用现在的KYC模式可以 现在Pi Network是3500万的活跃用户 但是未来如果我们的Pi Network增加到了1亿5亿 用现今的KYC模式 到时候它才改来得及吗 而且用别人所研发出来的 也会担心当中有什么样的技术上的问题 所以范博士刚一开始自己做 可能预想到5年10年之后好几倍的规模 范博士确实想得很远 所以KYC要确保好用户是真人操作 只要真人才能够参加这个生态系统 但是前提是一人一账号 而且一定是真的 这个说真的 讲得容易做得难啊 现在的KYC就是机器自动化 跟通过同行审查和验证的个人 进行创新的重包 人工验证相结合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只要有人加入 就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想办法让这些不可控的因素降到最低 而且发生问题之后能够随之改进 这真的是要很强大的基础建设才行 所以 虽然系统的机器自动化部分可以处理图像跟假 身份检测 但是人工验证检查其他成员的编辑方面的数据 像突然说改名 这个机器人去审查要改名部分的话 那绝对是有一些盲点 那盲点就需要人工 而且还可以防止垃圾邮件跟阻止不良者行为之外 还可以帮助所谓的网络遵守的这种行为和建议 这是很棒的一种观念 所以在挑战的时候 我们保持动力跟专注是Pi Network的使命跟愿景 多管齐下的KYC解决方案才是一种Pi生态系统的运作方式 所以这个KYC系统绝对不会是指只有像现在一样 就简单地上传一下照片 然后眨眨眼就这样子 它会不断地通过不同方式去让它更完备 而且去中心换的社区里面 在这个社区里面为Pi代币交换劳动力 创造真正的效用 不要涉及法定货币 这边也强调 范博士也认为说 所谓的Pi币价值创造是在透过劳动力的交换 劳务的交换 这些都算货物 物品跟劳务的交换 才能够去制造出真正的价值 这也是回归到最原始人类互动之间 对于货币所产生的一种最基本的价值共识 第四个问题 根据你的经验 区块链公司应该考虑哪一些顶级战略 来获得更强的竞争优势 这个是说Pi Network团队未来要走哪一个方向 纳尼古拉斯博士说 这根据他们试图理解的差距或问题有很大差异 换句话说 就是谁看得远 谁看得更深 他们公司才能够走得更久 所以他常讲我看过太多公司短期内取得巨大成功 其实Pi Network可以在今年就上主网 Pi Network也可以在去年上主网 可是一开始就给上主网就会砸盘 然后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接着你就看到我们Pi币越来越没有价值 然后炒作完之后 可能两到三年之后不见了 所以长期稳定增长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人家讲一间公司 我们不要比谁跑得快 而是要比谁能够跑得久 这才是你加入Pi Network一个很重要安定心理的一种方式 所以炒作和兴奋以及强劲的经济等因素都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然而这些因素会随着市场情绪变化就会产生挑战 今年有多少交易所多少项目失败 每次加密货币的寒冬都是考验出谁 那个加密货币项目才是里面真真正正在做事情 所以尼古拉斯博士看的真的太多 看得很远 因为他跟太多大公司合作过了 下面这个就比较像学者的口吻 很简单 你长时间一开始要花长时间培训教育 以及灌输正确的观念 让你的用户知道说谁 或者甚至挑选谁 才是能够加入你团队里面真正的基础建设基石 教育对加密货币感兴趣的 并帮助这些人从短期回归到长期成功 这才是尼古拉斯要做的 可是因为大家都喜欢炒短线 所以不容易做 但是会留下来的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坚持挖Pi的 绝对会享受Pi币带给你的财富自由 第五个问题 区块链行业最让人兴奋的三件事情是什么 那范成雕博士先说 第一 彻底改变要改变货币体系的想法 因为现在加密货币 你去兑换法币的这种模式 一定跟他们的里面是不合的 第二 大规模调整利益的能力 激励跟动员人们共同实现伟大目标 换句话说 调整利益的能力就代表说 你不是只有去挖矿然后换法币 真的要把所谓的劳动力 附加的价值 真的赋能的这种体现 结合在你现在所拥有的Pi币里面 这就是回归到最原始 讲白点 货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就是因为人们付给它价值 它才能够成为我们认为的货币形式 第三 区块链带来了新的创新应用程序和在线体验 我们更加坚定进入了Web3.0的世界 那接下来到尼古拉斯博士说 智能货币现在嵌入了金融功能 这些都是在强调不一样的金融观念模式 就在Pi Network上正在发生 世界作为一个大的社区的可能性 会创造有用的案例研究 我们各国都有Pi友 我们的社区是全球性的 事实上 我们正处于这场革命的开端 类似于互联网刚刚出现 很少人一开始理解 现在人们都离不开互联网了 所以你会想想看 当你那时候还在用最开始那一代电脑时候 要等好久才能够连到电信网络公司上网 速度慢得要死 那时候没有几个人会使用电脑 到现在为止 谁理得开网络世界 对吗 可是中间至少经过了五年 十年才有人意识到 才能够作为普遍性的使用 那我们是要第四年而已 所以还有多久 大家就自己想想看吧 你有没有办法忍受 你有没有办法陪着Pi一路成长 这取决于你的目光有多远 第六个问题 区块链行业让范博士和尼古拉斯 担心的三件事情是什么 第一个 代币分布 虽然区块链的一个主要属性 是去中心化 但是对于去中心化的关注 主要还是在技术方面 不是技术本身 所以他在强调不要去比拼那种矿机 不要去比拼最新的矿机挖的速度多快 只有广泛分布的代币 也就是PoS形式 才能够有效地帮助引导 一个基于使用程序的生态系统 而是每个人都拥有 每个人都会使用 每个人都能够参与 绝对不是说结果少数人在玩这场游戏 也就是说小轩我要去挖比特币 但是我没有一点雄厚的资本去买一台矿机 那根本想挖也挖不了 这样就会阻碍了更多大众进入加密货币的这个行业 这个系统 这个社区 这个环境 所以说你看到我们80%的代币提供给社区跟网络 对于对网络做出不同的贡献 每个人都可以在不支付任何法定货币的情况下挖绝派 他强调Pi币跟法币不要挂钩 你拥有Pi币的最大条件就是你在这一个社区里面 你的价值度贡献度是多少 这个才是能够回归到新的Web 3.0的这种新观念 然后为POS的形式提升的一个层级 第二 可访问性 可访问性这个很重要 你看还强调尽量排除财务 技术和知识障碍的影响 所以我们设计的这个页面能够让使用者友好直观 然后不断地去教育 比如官方之前在主页公布教我们怎么使用钱包去转账 怎么样去制压你的代币 这些都是慢慢一步一步地在教育我们使用者 你没有发现到目前为止 其实你学了很多东西 第三 开发者的简单体验跟用户访问 如果这些生态应用的开发者要需要一定高技术门槛 那我们的这个生态 DEX 发展不起来 要让大部分的人都能够简单的去使用设计 每个人都会用 都可以用 而且用得很开心 甚至连开发者都能够加入去创造出生态 DEX 这样还能够百花齐放 蓬勃发展 第七个问题 改善和改革加密货币行业可以做的五件事 那最后 Tiler谢谢尼古拉斯和范城雕博士的分享 然后请尼古拉斯和范博士可不可以分享 改善和改革加密货币行业可以做的五件事 第一 许多早期的加密货币把权力跟价值整合到少数人的手中 早期采用者获得极大的优势 所以要强调第一个 财富权力集中化绝对不是件好事 任何行业都不是好事 加密货币现在已经不断地在倾斜 POW跟POS这两块未来一定会分发展的非常分歧 谁胜谁负也不知道 不过一定只有一方会留下来作为主流所用户的方式 第二 由于许多因素加密货币目前没有广泛地使用为交换媒介 包括价格波动跟缺乏效用 所以你会发现没有办法广泛使用 有时候那个价格波动的太过剧烈 当然 也不是说不能波动 而是波动太过剧烈 所以这也是你古拉斯看到一个隐忧 所以加密货币能够广泛使用 通过应用程序定期交换 这才是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小轩我相信未来Pi官方一定有办法让Pi币的价格落在一个区间 第三 计算复杂的挖矿协议向工作量 我们都知道需要大量的能量 而且不环保 因此给环境带来巨大负担 所以一定是慢慢过到POS的部分 而且Pi一开始就这么做 第四 区块链技术根据中心化的网络吸引性给世界带来的挑战 所以监管是为传统企业跟整个行业量身定制的 更严格的遵循当前的政策跟法规 以及更加明确的未来法规 会极大的有利于该行业 所以尼古拉斯博士他看得很清楚 你如果要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 除非国家这个概念不见了 这个观念不见了 不然的话 有多少国家就有不同多少的法律 你就有不同的规定要去遵守当地 不能跟国家对着干 虽然说区块链技术是为了去中心化 可是去中心化不能够无限上纲 如果国家倾尽全力去对付你的话 区块链要被消灭都是有可能的 除非你有把握你的区块链技术能够抵挡出 一个甚至是世界上所有国家联合起来 阻止你去颠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法律最高权限的层级 不然的话 目前为止监管还是需要的 这也是为什么Pi Network要我们去KYC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 第五 为了让加密货币行业影响全球的生活 加密货币一定要更容易获得 这个一开始有讲过 容易获得容易使用 能够容易地进入跟学习 第八个问题 我们的读者如何在网上进一步关注Pi Network 最后他在强调 我们不要去乱点击链接 如果要进一步关注Pi Network的话 就关注Pi Network的推特官方账号 可以看到最新的消息 最后我们简单地总结一下这期主页更新的重点吧 第一 尼古拉斯博士常说Pi币就是货币 不用上交易所跟法币兑换 炒作 第二 KYC的复杂跟严谨 必须是能够最大化杜绝任何虚假因素 只要有作弊的可能 他们就不会让KYC大规模的放出 至少他们现在要做到非常高的把握度 可能未来还是会有这些新技术的干扰 但是至少目前为止 他们就要想办法把它杜绝 才有可能大规模开放KYC 第三 监管是必须的框架 加密货币不能够脱离国家政策的层级 第四 Pi币最终的价格应该趋于稳定 不是不能波动 而非过度波动 不是像那些十倍币 百倍币 千倍币 一路炒作上去 尼古拉斯博士绝对不让这种情况发生的 第五 控制不让Pi币掌握在少数个体户的手中 那从这次更新的内容来看 大家看完之后 可以自己去慢慢地细细体会 尼古拉斯博士 范城雕博士和Pi核心团队 确实是在认真做事 他们致力于打造出一个未来Web3时代 可以用的公有链 这个世界越来越需要改变 也需要一个更高维度的互联网 所以我们已经算是走在时代的前沿 准确地说 小萱我认为PiNetwork做的事情是未来必备的存在 也是为了Web3的开始而诞生在现在 许多事情都在遵循一些自然规律 当不好的事情发生的多了 自然规律就会做一些调整 而这些作为的调整 就是用新的存在替代陈旧而传统的存在 这是必然的 也是会出现的 坚持才是王道 认真提升自己才是目前的关键 OK 那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派友们 我们大家一起继续加油哦 我是小萱 谢谢大家的支持哦 我们下转了这个视频